好,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介绍点新玩意儿 我们来介绍 friends 跟 static members 那我们先讲一下 有这所谓的这个什么 getter 跟 setter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跟你说啊 大部分的时候 instance variable 都应该要是 private 的 对吧 那其他人呢 如果想要存取 要透过我们写的函数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会去 implement 所谓的 getter 跟 setter function 这些 function呢 就是 member function 然后呢一个 getter 是什么 一个 getter 就是很直接了当 爽快地回传 一个 private variable 的 value OK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啊这里有一个 get n get n 什么事也不干 它就只是 return n 这样 换句话说 它就是让你去 get n 了嘛 顾名思义 那另外呢 setter 做什么 setter 做的事情就是 你给我一个值 我就去帮你 modify 一个 private instance variable 这样 比如说这边 set n set n 就是你给我一个值 我就把 n 设成那个值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叫做 setter 啦 那你就问啦 诶 老师啊 那 getter 跟 setter 看起来不错啊 那我干嘛不帮所有 我的 member variable 都设 getter 跟 setter 呢 仔细想想 这样子不就所有的变数 都可以被存取了吗 诶 那我干嘛 把它们设成 private 对吧 所以这讲起来 其实也挺好笑的 如果我把所有的变数 都设成 private 然后再帮所有的变数 都写了 getter 跟 setter 的话 那我 data hiding 的效果 就完全消失了嘛 任何人都可以用任意的方式 来处理我的 getter 跟 setter 所以写 getter 跟 setter 是需要很小心的啊 我小时候呢 学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不懂 我就听老师说 呃 所有的变数都应该要 private 我就把所有变数都设 private 然后呢 我就发现我没办法存取这些东西 于是我就马上写了 成对的 getter 跟 setter 然后我就在那边 get n 啊 set m 啊之类的 哇 想想真是蠢的 跟猪一样啊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无论如何你一定会有几个 getter 跟 setter 是你不写的 这样你的程式才 make sense 好 那讲这个干嘛呢 讲这个其实是为我们要介绍 friend 来拍场 friend 的这个东西啊 它呢可能是一个 function 也可能是一个 class 有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想要把使用我们的 private member 的权利 来只允许他给我们的一些 friend 来用 好 就是偶尔你有一些珍贵的这个珠宝啊 什么衣服啊 或者是这个球具啊之类的 一般人想用门都没有 但是如果是你好朋友的话就 ok 好 所以呢 我们一个 class 我们可以去宣告说我有朋友 我这些朋友呢可以来 access 我的 private member 那么朋友啊 它可以是 global function 也可以是 class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右边这个例子 我今天呢这个 my vector 里面呢 我就是去宣告了我有两个 friend 好 那宣告 friend 的这个 statement 就是这样子写的 我呢就说我有一个 global function 叫做 test 它是我的 friend 或者是呢我就说 我有一个 class 叫做 test 它是我的 friend 好 这就是宣告 friend 的方式 一旦我这样写了的话 那么在 test 或者是在 class test 的 member function 里面 我们呢就可以去存取 my vector 的 private member 啦 好 这很酷吧 本来呢是不准任何人存取的 但如果你是我朋友 就 ok 哇 感觉挺好的 好 那当然 my vector 是不能存取 test 的 member 不然世界大乱嘛 我宣告你是我朋友 然后我就可以用你的东西 好 这太怪啦 所以说我宣告你可以用我的东西 这样才对 那么呢一个 friend 它被写在 private 还是 public section 里面呢 其实是没差的 好 所以就是随便你写 因为这个 statement 并不是在宣告 member 嘛 它是在宣告 friend 的 那当然一个 class 必须要自己宣告 member 你不能宣告别人是 自己宣告 friend 的 你不能自己宣告别人是我的 friend 那这样太怪了 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是说 我的这个 test 被宣告为 friend 的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边 v.n 这件事情就可以做 那又或者是呢这里有个 class 那么我今天这个 public 的东西呢 我就可以在这边 v.n 因为这是我 它是我朋友嘛 就是这个概念 好啦 那你就说啦 诶 老师啊 我没事为什么要宣告朋友 宣告朋友让他可以用我的 private member 这样难道不是破坏 data hiding 吗 呃 看你怎么用 我今天呢 如果我宣告 friend 是乱宣告 随随便便的谁都可以来当我的 friend 的话 那的确就没有 data hiding 了 但事实上我们宣告 friend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做 data hiding 怎么说呢 第一 你知道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设成 public 这个样子就是太瞎了嘛 那第二 你也知道我们今天呢 这个用 struct 还是用 class 其实也没有差 基本上就是你不应该要把所有东西都设成 public 如果你真心就是觉得就是要 public的话 你就去用 struct 就好了 好 那最后 如果你今天把东西都设成 private 的 那你会干嘛 你基本上呢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写那些 getter setter 但你如果真的去写的话 那千万要小心啊 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 getter 跟 setter 这样就没有 data hiding 了嘛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的 private member 应该要被某一些人 access 但是呢 不是要给所有人 access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绝对不是写 getter 跟 setter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宣告他是你的 friend 那这整件事情 概念讲起来是很简单啦 那不过实际上到底什么时候要用到 呃 此刻还不大明朗 所以大家先有个印象就好了 好